哈囉各位 今天玩是久違的戰隊系好不好 有點小小破感 但沒關係 所以我建議之前我們的爆上戰隊 我們的岩神戰隊男主角 稍微來客串 而且是以前輩的身份好不好 所以呢今天 岩神王 巨射降臨 因為我們之前有介紹說岩神王嘛 但是我覺得單玩岩神王後續一起來 感覺有點太無聊 畢竟該了解的都在了解 然後呢就這樣不了解的 看到這個不夠誇張可能不會點進來 因此呢 今天就直接來做一個 終極的大合體好不好 啊如果你們之後真的有興趣的話 我再幫大家做一個開篇 幫大家介紹一下每一位岩神王 但真的不得不說他有一個特殊的點 就是畢竟他的終極形態 基礎型態明明都一樣 只是改成G12啦 所以呢 你會看出來他就是原本那個機體 12台機體 全部 通通一次 尬上去 OK嗎 畢竟今天重點是在G12嘛 所以呢我們今天就快速進入我們的G12的一個狀態 進入之後呢 我再跟大家講一下各部位 每一位角色負責什麼 但不要抱歉講 我的小熊下面那個真是不知道跑哪去了 所以呢 我今天大概只有缺這個零件 那其餘都是完整的 好 那我們就廢話好不好 馬上來進行我們岩神王的一個 終極合體 我們在一起做一切割的小鮮 我們在一起做一切割的小鮮 看看 目的 нужно去的小鮮 我們來做一切割的小鮮 挑戰 我們來做一切割的小鮮 我們先往下 快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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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致 第二切的小鮮 這一台就是我們的岩神王機射放 哈哈哈哈哈哈 看起來真的超級誇張的 我發現我們剛才組的時候呢 結果他是非常非常開心的 最早點是因為以往的戰隊啊 大拳套時就會剩一堆散箭 就放在旁邊看真的很不爽 然後終於散箭很容易不見 好其實這個又有一個零件不見啦 比較抱歉一點 但沒關係 因為看到基本上他每一台啊 12台裡面啊 基本上全部的零件通通都尬上去 一個都沒有浪費 而且是完全的零費件 甚至他沒有費件到是 他沒有把剩下的費件組成一個大件啊 整個就直接這樣站著 然後他在舉動裡面是這樣子 砰 顏色雙拳然後顏色雙踢這樣子 他光體型這個點 就咬打全部的怪人 可謂是進入無敵好不好 所以呢這個東西啊 哇 可謂站隊史上的最高傑作 玩起來真是超級誇張好不好 然後合理玩其實還是有一些可動存在啊 我覺得還不錯 還不錯 我們就稍微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在這邊要稍微控一下 他上面這個其實會消了乾涉啊 G12拳啊 齁齁 有沒有這樣子 啊 擋一下啊 電都快要爆炸啊 另一隻手 也是可以使用我們的G12拳啊 只是這隻手的乾涉要稍微注意一下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後面這一台啊 後面這台真的是太大好不好 因為呢他那個翅膀的破例子都太強悍啊 然後再加上他本身肩膀的比較高一點 所以你在轉的時候呢 基本上會有急於打到後面的一個翅膀的部分 但是我們的G12拳是完全沒有問題的啊 G12T就不用想啦 這個太誇張好不好 不可能的 頂端只能這樣拿起來躺這樣子而已啊 沒辦法做到可動 簡單講除了他的雙手轉呢 零 好不好 沒有辦法 因為本身你們要懂的 你這樣插12台上去 說實在的 你要有可動也是很難啊 我完全想不退要怎麼做啊 所以呢這台的話 最主要還是享受變形合體的過程啊 但是跟他講一下我缺件的部分啊 就是我小時候RV越野的一個輪胎啊 這台車應該是要裝在這裡啊 但他不見了好不好 比較抱歉一點點啊 這個未來會早些啊 既然我們都講到下面好了 那我們就一台一台幫大家講講 G12裡面每一個人負責的一個位置好不好 因為這台組的真是太精彩了 最下面底腕部分 就像是我們的鱷魚拖車好不好 對 就是蓋車長長的那一粒 座椅以為最下面啊 它上面這邊稍微疊 萌麻火車頭它的一個部分零件啊 做一個組合 前面這邊的話是裝著我們的金沙摩托鋼砲警犬這樣子啊 對 其實他們這一次是以動物加上交通工具的一個設定啊 算是一個蠻可愛的設定 我自己覺得 而且他們每個都有自己的意思 所以呢 其實整體組合起來 很有夥伴在組合拼裝的感覺 然後那這張捲就像是大家最熟悉的巴獅王 然後小熊RV 對 基本上它的本體部分還是以我們的岩神王做一個基點 這邊的話又來到我們的上古岩神 暴龍心幹線啊 整體也是比較流線型一點啊 嗯 我知道 其實這個超可愛的 欸真的是 相較於其他岩神王來講 它不會講人話 它是講的是上古語 它就RARARA 然後但是隔壁有字嘛 所以我就蠻Q的好了 再來是三角龍高鐵啊 對 相較於心幹線講 但是高鐵是另一個蠻著名的一個交通工具啊 所以他們這邊採用高鐵也算是蠻可愛的好不好 很讚很讚很讚 一樣都有眼神啊 就算是這一代的一個特色 我們再往上一點的話 背後這邊也是非常非常誇張的一台 就是我們的運輸金無霸好不好 就是一台巨型的一個運送用的直升機啊 然後呢 它整個展開之後呢 我們拉遠一點 哼 超級誇張好不好 這樣子的話就完全符合本身G12 它需要的一個翅膀的比例規格啊 所以不會因為 這台最棒的就是 它不會因為它變這麼大台 所以有部分靈體會開始過於小化這樣子啊 就算小化的話也是直接安排在腿部 稍微再疊一層啊 所以這個翅膀的部分我是非常滿意好不好 很不錯很不錯 但有一個缺點就是 它這個往後身太大了 所以我到時候再展示尺 我會把它立起來啊 不然這個真的沒地方放啊 這台的話你們以為是老鷹嗎 不是好不好 它是鬥機 直升鬥機啊 然後它整體就是一個直升機啊 只是合體之後呢 它上面這個直升機的螺旋角會稍微關閉 而且這台真的非常蠻可愛的 但它的零件也是非常蠻關機的 就是它胸口這一塊 讓我們的岩石頭看起來更加的兇悍 再來是我們的噴射長崖虎啊 其實這段話就可以看到一些老虎的蹤跡在 沒有想到它是一個噴射機啊 這個點我覺得算是蠻跳脫的啊 好不好 很讚很讚很讚 讓它看起來比較鶴立機群一點啊 我們稍微往下一點啊 你會發現長崖虎的一個臉啊 但是它的後半段就不牽 萌馬火車頭好不好 整個萌馬箱直接放在這裡啊 很兇悍 它的這個腳還會直接展開 跟我們的前端做個搭配 看起來非常的兇悍 讓我們的G12臉部看起來更有威懾性 再來是我們的音速鬥輪啊 再搭配上全新的G12一個臉部好不好 搭配上萌馬箱的腳之後 變整個四個腳 看起來非常的兇悍 非常的強大 各位真的沒辦法吧 我只要這樣分割畫面 它真的太大一台 這個再往後拉開就很沒feel 基本上這一整台啊 我們的G12 無愧對於戰隊的終極節奏啊 基本上進入是零費劍 然後是終極而言 它唯一的缺點就是 比你們也懂 它年代是有點久遠 所以呢 它的可動程度絕對是沒有下好啊 因為現在的話也有出現更誇張的 像之前我們的王漾戰隊啊 就換上推出的極點也是非常厲害 可動器也非常強悍 你還是要考慮到本身技術力的問題啊 然後再加上它本身這個塗裝 過去的塗裝設計還是比現在優秀一些啊 現在的話 算是有更加強悍優秀的一個設計啊 但是取得代之就是 以前這種比較偏有點工匠精神的感覺就不見了 可惜啦 可惜啦 會讓人體驗到就是 以前就是哇 一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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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一顆 然後全部收集了 然後一口一堆鬥在一起 那種簡單粗暴的感覺 簡單來講就是做神像 各有各的優勢好不好 但是這台岩神王毋庸置疑啊 有算是跟四戰爭那台是勢均立敵你知道嗎 那兩台都太恐怖了 真的是兩台移動式的宮殿 然後就砰砰 然後點就爆炸這樣子啊 之前這台岩神王G12 我覺得 它是非常非常優秀的一台基底 如果假設你戰隊新入坑的話 我覺得岩神王這台是可以考慮守在 而且它的價格 我沒有記錯是不貴啊 但是有些人有信他爆上戰隊 是有稍微讓他回歸一下 所以我不太信任現在目前的實價 只是整體我覺得這台 就算你買貴一點我覺得也不虧 因為它玩起來真的是很讚好不好 好 所以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 岩神戰隊的關鍵開箱 錄下親密碼 你們再見 掰掰